大家好,我是多琳,欢迎来到MAT学 我们来继续学习这一位的大远项 上一段课我们只会讲一下CCOp30的这种Io的中断和效应的这样的项目的实验模块 本期课我们来讲一讲外设Io相关的记录 现在看看外设Io有些什么样的外设Io呢 比如有串稿啊,定制器啊,ADC啊,这样一些外设 实际上,这里也是有一些接生器来完成的 这里我们要讲到的第一个接生器 就是PR-21 这个接生器的第3到6位 3到6位表示是端稿1的外设的优先器的控制 由于端稿支援的限制 所以很多外设引脚是附有的 第6位为0表示 表示 表示的是 表示的是UrT0的T0优先 V1呢,表示UrT1优先 就是表示定制器 后面的0到2位 表示的是P2.0,P2.3,P2.4 这样的功能显示 这样的功能显示 V0呢,就是表示通用Io V1呢,就是表示这种外设的Io 下面我们来看看 看看外设的控制接生器 那么这个接生的功能是什么呢 定制器和串稿可以有两个备用的这种位置 那么这个接生器就是用来选择外设放在哪个位置 比如 第4到6位 4到6位 就分为表示定制器4 定制器3 和定制器1 这样一些定制器 为0的话 放在位置1 为1的话 就是放在位置2的这样的地方 那么第0位 和第1位呢 就分表示串稿0和串稿1 在备用的位置 为1还是 为1 还是为2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PCFG 那么 它的第0道和第7位 就是分表示P0 端稿上的 的7个 引脚 因为端稿 为0呢 就是表示模拟Io 禁止 为1呢 就是表示模拟Io 2次的 其实这些 他们 在复位之后 即使他们的尺度是0 然后根据我们的C2 然后把它写1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P2DiO 那么这个计程器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主要是用来塑制DiO P2.0到P2.4 输出输入的这样的方向 那么还有就是用来写定 串稿0回1以及定时器1的这样的优先的级别 那么这个就是表示它的优先的这样的级别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ADC 那么实际上就是模拟线脑和信号这样的转换 我们还是主要来介绍一下相应的这些接生器 下面看一下ADC CLM1 那么它的第3到2位呢就是表示控制16位11G 11G的11G处发生器 操作完任何就它就会自动清理 00呢就是表示正导一行 01呢表示L23R的正导一尺 10保留11呢表示 停止关备11G发生器 这里的5到4位呢就是表示启动选择 如果选择开事件 那么就会启动一个新的这样的转换系列 00呢表示P2.0 引脚的外部触发 01呢是表示前数 不等待这种触发器 10呢就是表示这种定时器1 通道0比较实际 11呢就是表示ADC1 1的st 它为1 那么这里的st呢就是表示开始转换 读出为1 直到转换的完成 为0呢就表示没有转换正在进行 为1呢就是表示开始转换的系列 而这个eoc呢就是表示转换的结束 为0呢就表示转换没有完成 为1呢就是表示转换已经完成了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ADC1 DON2 它的这个ASCH 表示转换通道的选择 有比这种AIN0到7 还有接力还有插分电压传稿 还有正点传稿温度传感器 等这样一些通道 那么SDIV 表示的是包含在转换系列里的通道 设置的这样的抽击地 那么这个指决定完成转换效的这样的时间和分辨力 00呢表示64抽击地 01呢就表示这种128的抽击地 10呢就表示256的这样的抽击地 11呢就是表示500以142的这样的抽击地 就是一往后的话 那么它的精度就越高 SREF呢 那表示障碍系列所应的这种穿稿的电压 00呢表示立部的穿稿电压 01呢表示AR7引脚上的外部 穿稿电压 10呢就表示AVDD55引脚 就是它的重幅的这种电影 11呢表示AIN6到AIN7 差分输入外部穿稿的电压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看ADCZN3 那么它的主要作用是控制AD单子 转换是如何执行的 它的含义 它的未定义的含义和这个前面的这种ADCZN2 差不太多 只是前面是系列通道 而这个是指这种单个的这样的通道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TR0 这里的主要作用是连接这种温度传感器进行这样的测试 那么它的ADCZN 3 那么她的ADCAL ADCTM 是怎么1呢就是连接这种 稳定传感器到这种rocal ou ADC 这个在执行的时代 哪个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DCL和ADCH 它的主要是用来呈放这种魔术转发的这样的结果 前者那么是表示 它的前者是表示低位 后者呢就是表示这个高位 那么基本的这样的进程器 那么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些 它的含义的话 基本上就讲完了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些模块 我们首先来看这样一个模块 那么这个模块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通过PC发送命令 这种就是我们的电脑发送命令来控制 通过这种串口来控制设备上灯的这种亮和灭的这样的状态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模块 那么一开始的话和前面一样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做了一些这种头的 相应的一些定义 那这里的话是表示一些第一些支付的一些处理的这么一些函数 下面的话跟前面是一样 就是实际上是一些这种数据例型的重新的定义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所效应的一些障碍词 比如说这个就是这种RX的表示它的障碍是RX 下面就把这个表达TX 然后下面的这个障碍词表示LED的这样的控制 那么这个是表示就是我们所应的这种大小 这几个前面都已经有了 表示这种灯的开和关的状态 还有这个就是1的这样的那个就是我们灯的这样的定义所定义的位置 那么下面的话就是表示这种接收的这样的大分 还有这个接收的这个穿稿的像当前的这样的状态 而我们相应的就是第几数 那么这里的话就是RX 就是所接收的这样的数据 所盛放的这么这么一个数据 增放这种发送这个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支付串 下面这个函数呢 实际上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我们实现下面的话 我们这个函数的话 实际上也是一样 它是初始化这个我们的这个ED灯用的 也和前面差不太多 那么下面的这个函数是第串口的 就是把串口0 那么它的第一行就是通过外设的 外设来控制控制接收器设置这种串口0 在这个P0口的位置 P0口的位置为1的这个位置 那么下面的话就是这种P0口 P0口的三个引脚是作为串口的这个RX和这个TX 下面的话就是P0口设置的 就是定义着我们原来讲的这个计程器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设置为这个的话 那么就是P0优先是作为URT0 那么接下来呢 这样就是设置为URT URT的这样的方式 好包括我们一些相应的就是P0的设置 P0的设置我们在的设置是11500 那么接下来就是这种 这种串口0和TX的中断标志的初始化为0 下面的话我们就是引起这种接收 那么最后的话我们会开总的中断 引起这种接收的中断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函数 只要是用来进行这种制服的这种发送 其实这个函数并不是很难理解 那么根据传练这种数据的数据和数据的长度 以这种字节为单位 那实际上是传练的是多种字节 那么定义的是我们的这种 想发送的这种数据的BUFF的这么一个指针 把数据放到这个幽灵第BUFF这种数据BUFF中 每次采访后都要检查这种发送的标志 并进行清理 那么因为我们发送控制器 每次都是按照一个字节 一个字节为单位发送的 所以这里是以长度为单位所进行的一个循环 下面就是把要传送的这个数据传送到这种发送的 这个我们发送的这个BUFF当中 那么下面的话 我们就是要等待硬件去完成这种发送 如果如果发送完了 那么它就会跳转到下面的话 就是最后我们把会要把发送中断的标志 那么就会叫清零 下面这个就是一个串稿接收中断的这么一个函数 首先我们需要指定这个中断向量的地址 那么在我们的中断处理程序的时候 一开始我们就需要进入到中断里面 我们需要把这种就需要清这种中断标志 如果我们不进这样的操作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在下一次产生中断之间 就可能又会产生一个中断 然后我们再接收我们的底面的数据 把接收的BUFF的数据把它取出来 下面这个就是我们测试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 这样的函数通过串稿的接收命令来控制 这种一地的灯的量还是灭这样一个事情 首先我们需要的系统失踪进行配置 那么这里的设置的指 实际上定我们的精气进行设置就好了 那么我们这里设置的指 就是相当于是三十二兆的这么一个经理 那么下面的话我们会等待这个设置 就是等待这个经理引定在三十二兆上 下面的话就设置系统组中为三十二兆和尺 接下来我们向初始化这个 一地灯和初始化我们的窜口0 接下来我们向初始化这个窜口障碳 是接收的障碳 那么下面的话就是要把我们的接收数据的八分 接收数据就是接收数据的这个 这个变量的这个数据 那么就要清顶 接下来我们就是我们的主行环 首先我们需要判断 我们目前都把说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否是不是接收 那么切论是否接收到数据 下面我们下去到数据 如果接收的数据不是这个锦号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把我们的数据保存下来 下面的话 下面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是接收到数据 是锦或者是数据超过了我们的 八分的大小 那么接下来如果确定超过了 那么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变量清零 否则的话就会改变参考的状态 为一滴灯的这种控制的状态 接下来我们想先向你接收八分清零的这么一个操作 紧接着我们就在这里进行这种一滴灯的这样的控制 首先我们先要检查我们的这个命令格式来完成相应的这样的控制的操作 如果发现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命令格式的话 那我们就会改变我们的灯的状态 如果当前是亮 那么就表示灭 那么当前是灭的话 我们就把它重新点亮 那么这里的代码我们就基本上讲到这里 下面我们就准备开始把这个程序做这种编译 编译完了之后 我们就把它通过这个通过前面我们的方法 我们把它写到我们的这个设备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我们这里的这个串口注释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种自己执行的这样的结果 嗯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目前我们的这个设备上 它应该是哪个串口 我们这里看到我们这个设备锁定的这个串口是CAM3 它有的时候可能这个CAM的话可能超过了这个 这里只有这个从CAM1234这么几串口 有的时候可能会是存在这种CAM5CAM6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做这种更改 我们更改的话只要是在这里 我们可以把它更改成从1CAM1到CAM4的这么 这么几个位置当中去 因为我们现在这里是CAM3 所以我们这里就不需要更改 实际上我们这里可以把它改成CAM1也是可以的 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串口的话 它的名称是CAM1 那么我们在这个串口出手的话 我们就把这里改成CAM1就好了 然后这个Botlib的话是11800 然后我们重新打开这个串口 我们通过下面的话开始给它发送这个命令 比如说这里的话第一的话就是 这样的话我们每发送一次 它就会做这种亮和灭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么这里还可以通过发送这种A0-的话 那么发送这个命令给我们设备的话 就是表示打开ED灯 那么通过发送这个A1-呢 那么这里就是关闭我们这个ED1这个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编写的这个程序 基本上已经达到了我们的这个要求 所以今天的这个实验基本上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